澳洲新任总理莫里森决定将负责太平洋事务的部门降级,而且不参加9月在诺鲁举行的太平洋区域最大峰会太平洋岛国论坛,改派外长佩恩女士代表。 再有的劳工党副主席波里百赛克批评此举对邻国是侮辱和战略错误。 8月24日就任澳洲总理的莫里森,30日首度出访选择印尼,31日他在雅加达对记者说,很遗憾不刻出席太平洋岛国论坛,不过他刚上任,要处理许多迫切的内政问题,尤其是旱灾和电价,相信太平洋岛国领袖能体谅澳洲国际发展与太平洋部负责太平洋事务。 前部长康塞塔,费拉范迪·威尔斯在8月的自由党领导权纷争中辞职,不过莫里森掌权后,并未恢复他的部长职务,而是任命原农业与水资源助理部长安妮拉斯顿出任国际发展与太平洋助理部长。 这一原委部长级的部门被莫里森政府降级为助理部长级费拉范迪·威尔斯说,我们在太平洋地区面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这个时候降级是在发出错误的信号。 我很失望在野党劳工党发言人马勒斯说,太平洋岛国领袖一定会注意到莫里森把太平洋部长级和缺席的事。 在中国示好之际,太平洋国家如果觉得被澳洲忽视,后果不容小觑。 1971年,菲基、萨摩亚、东加、诺鲁、库克群岛、澳洲和纽西兰在威灵顿召开南太平洋西方会议,创设南太平洋论坛,2000年更名为太平洋岛国论坛。 目前共有18个成员国,另有18个对话伙伴,包括美国和大陆。 论坛秘书处财政预算由澳洲和纽西兰各支付三分之一,其余部分由其他岛国成员分摊。 论坛每年召开一次峰会,各成员国轮流举办。 今年论坛9月3至6日举行。 诺鲁今年举办太平洋地区最大外交峰会太平洋岛国论坛。 法新社 分享